发源于太行山脉的白沟河 从山西一直绵延到河北宝定 最终汇入当地重要的湖泊白杨殿 今天 这是河北省所剩不多的四级水系 白沟河也因此经常成为兵家切磋之地 并先后目睹了前后两次规模不小的战役 然而 这两次战役的结果都是已居于北岸的军队获胜告终 发源于太行山脉的白沟河 从山西一直绵延到河北宝定 最终汇入当地重要的湖泊白杨殿 今天 这是河北省所剩不多的四级水系 而在古代 那里也是幽艳地区与中原各地的交界 白沟河也因此经常成为兵家切磋之地 并先后目睹了前后两次规模不小的战役 然而 这两次战役的结果都是已居于北岸的军队获胜告终 若用巧合解释 未免难以让人信服 一旦拨开历史记载的迷雾 就足以发现背后所涵盖的实质 第一次白沟河大战 112年 崛起于东亚山林的女真人一路南下 在数次祭拜辽帝国大军后 依次占领了辽国的上京与中京 已经在南京幽州躲避的辽国末代君主天作地 继续向西逃窜到位于近北大同的西京 沿途过于仓促 甚至将自己的玉玺都丢进了河里 在南方的汴梁 北宋军臣们已经静候多时 虽然他们早已和女真人定立了海上之盟 却因为各种内部问题而迟迟不能发兵北发 其中既有南方爆发的方腊起义拖累 也有朝堂上的有识之士建议不要被蒙乱搞 但随着辽军的兵败如山倒 北宋内部的主战派便登上了舆论高峰 其中 又以善于给自己积累各种军功的全臣同贯 表现得最为积极 这年四月 被宋徽宗视为一代将星的同贯 终于开始出手 他被受命指挥河北河东的十万大军 准备风风光光地去收复 都给辽国多年的幽州 根据辽国内部的带路党马之报告 当地人隐忍弃丹贵族统治多年 早就盼望王室北上 同贯纵使不幸 也觉得可以使出在西北对付党项人的绝招 用海量兵力迫使对方撤退 制造自己获得完胜的假象 然而 在抵达前线备战之后 同贯还是敏锐地发现了一些问题 那些常年防备辽国的前线部队 竟然状态非常不佳 连皇帝用作野战机动部队的禁军都是如此 地位更低的炮灰乡军如何 也是可想而知 于是 同贯只能更加依赖虚张声势 去促成不战而屈人之兵 4月23日 宋军逼紧辽国地界 同贯一面让部队大张旗鼓 一面又向幽州等地发送公告 只要当地的汉儿投成天朝 便可免于兵灾 王氏也想秋毫不犯 并要给叛头的官员送钱 分房子 如果有人给宋军提供补给 也可以获得两年的免税优惠 但面临南北加工的辽国南京守军 依然士气高昂 不愿屈服于自己根本看不起的北宋朝廷 5月25日 等不到回复的宋军将领杨可世 带着数千先头部队冒进 他期望首先夺下幽州 为自己建立不施功勋 结果 早有防备的辽国贵族耶律大使 用手里的两千契丹和西人骑兵出击 以一场干净利落的伏击战 将宋军的先锋部队击溃 5月28日 同贯麾下的十万宋军 也抵达了作为两国边界的白沟河 此时的耶律大使也获近三万人的增援 其中还包括后来玩转聊宋经三国的跳槽名将郭耀师 和他麾下那支由辽东流明精炼出来的长盛军 他们要面对的则是作为宋军主力的中陆军与东陆军 指挥官是打西夏刷出汉将之名的种师道 两军在白沟河两岸对峙时 还有宋人再次到对岸招降耶律大使 结果只得到后者的一句回复 别多废话 不就是会死吗 随即 北岸的辽军开始向南岸的宋军射箭 正式打响了第一次白沟河战役 其实 在两军的阵地之间 有一座可以过河的桥梁 但宋军常年依赖远射武器和固定阵地自保 根本没有足够的重装部队用于攻坚 能够执行此类任务的骑兵 也被当作精锐预备队使用 不到万不得已 不会轻易出马 所以 就只能和数量更少的辽军隔岸对射 虽然辽军步兵也主要由幽州本地的汉尔组成 但他们长期保留了射箭传统 素质远在宋朝的边军之上 当两军正面纠缠之时 耶利大使又派出精锐骑兵向西激动 通过宋军疏于防备的浅滩度和成功运回到宋军阵线的两翼 由于这一切操作大多发生在宋军眼皮子底下 辽军的骑兵在发起进攻后就遭到了宋军骑兵的阻击 然而 在宋军少得可怜的重骑兵被对手的聚装精锐击 攻马贤熟的契丹 西人和汉儿清骑也完败了对面的宋军攻骑兵 原本还能坚持对射的宋军步兵 看到两翼溃败便自己慌乱起来 在辽军步兵完成渡河追击之前 就被敌军骑兵赶出了阵地 头也不回地躲入了后方的设防营地 由于害怕辽军在夜里发起突袭 众师道让士兵在营地里彻夜敲鼓 第二天 却又传来了西路军被另一支辽国地方部队击溃的消息 宋军就只能继续待在营地里动弹不等 6月3日 众师道无奈地下令全军后撤到作为前进基地的雄州待命 为了预防不测 他让资众和步兵部队先走 自己带着精锐步骑兵断后 耶律大使发现宋军撤退后 马上派出骑兵追击 赶来抵御的宋军精锐又被轻易击溃 众师道自己都险些被抓 其余宋军则更是对形大乱 被辽军一路追杀到雄州城下 此时 坐镇雄州的同贯却害怕辽军杀进城里 下令守军紧闭城门 结果 辽军便在城下又突入宋军溃兵一天 使得宋军主力基本报销 临走前 辽国人还不忘以被蒙为由 对着躲在城里的宋军大骂一番 一直到这年9月 同贯利用精锐的进一步南下 买通了唯利仕途的汉儿将领郭耀师 宋军才得以突入辽国地界 后来又是用一笔巨款 将被女真攻克的幽州等地赎回 才算暂时维护住自己的名将称号 第二次白沟河大战 在北宋进军闹出笑话后的278年 又有两支军队在幽艳边界的白沟河展开对峙 其中 明朝大将李锦龙的60万官军列阵南岸 掀起叛乱的燕王朱棣和20万部队一起列阵北岸 这场战役的规模超过了当年的北宋与辽之争 也在过程上显得更加狗血 作为朱元璋四子的朱棣 在前一年发动了著名的禁难之一 虽然在地盘 兵力 总体资源与名义上 他都是吃亏的一方 但通过数次大胜 麾下的燕军已经建立起了对建文帝官军的自信 而官军只能继续调动更大的部队规模壮胆 并大量增加原始火器和军中的骑兵比例 1400年4月 被建文帝寄予厚望的名将之后 李锦龙带着60万大军从山东德州出发 一行人浩浩荡荡地向北逼近朱棣的老巢北平 得到消息的朱棣也不愿坐以待毙 带着几乎是全部人马的20万军队南下阻击 他甚至希望通过快速进军的突袭手段 抢先渡过白沟河 将没有准备好作战的官军击溃 燕军在过去的较量中 一直依靠优势的骑兵获胜 朱棣这次也准备如法炮制 派出先锋队轻装即行 但这一次 官军对于朱棣的战术有了比较充分的准备 曾经追随朱棣作战多年的将领平安 已经在燕军的必经之路上布置了大量骑兵 当后者毫无防备的准备通过 平安与麾下的万民骑兵便直接发起冲锋 猝不及防的燕军骑兵 被打得死伤惨重 只能逃回白沟河对岸 两军也就正式开始隔阂对峙 事实上 这次北上的明军阵营 不仅有平安这样熟悉朱棣作战风格的将领 还有很多蒙古后裔组成的部队 他们中的不少人 都是当年投降朱元璋后 被安排到各地位所驻屯的达军 明太祖虽然号称驱逐达鲁 但在具体军事问题上 还是不能抛弃对蒙古人的依赖 所以一方面收编历次北伐抓获的战俘 一面以高官厚禄招纳更多蒙古人来投靠自己 上至王公贵族 下到士族渐明 凡是愿意归降都几乎时来不拒 所以李锦龙才能从各地位所中抽出了超过万人的骑兵部队 然而 朱棣的燕军里也同样不缺来自草原的好汉 自朱元璋的时代开始 大量归附的蒙古人和色木人就被安排在诸如北平这类边境城市 一方面是军队国防需要 另一方面也是作为样板给其他外人看 虽然后来有不少人被分流去了南方的内地卫所 但新来者往往还是优先进入北平等几个边境区域 所以 朱棣军队里的骑兵实力比官军从全国搜罗来的更加善战 加上在白沟河战役前 燕军吐袭了更北方的宁王驻帝大宁 又将包括朵延三位在内的部落骑兵收编 如此一来 燕军的骑兵质量进一步凌驾于官军之上 第二天 朱棣就率领几百骑兵渡过白沟河 向平安本人发起挑战 后者离开带着骑兵追击 希望以数量优势将燕王捕获 但在短促的追击中 明军骑兵被吸引过河 随即便被早已布阵的燕军骑兵包抄 朱棣的小分队也再次运回到明军骑兵背后 彻底催垮了平安部下们的士气 这场冲突也让官军瞬间损失了近一半的骑兵 接着 燕军不骑兵又全体渡河 向已经列阵完成的官军发起协同攻击 双方的步兵依然保持了朱元璋时代留下的老传统 有六成的重装步兵用长矛加盾牌搏斗 并由四成的弓箭手负责掩护 由于官军数量过多 燕军的两翼都有被包围的危险 朱棣只能亲自率领骑兵做侧翼掩护 通过反复冲击来迫使敌军停下防御 两军的胶着一直持续到了太阳落山 明军为了对付朱棣的骑兵 大量使用粗糙的原始火器射击 但早期火器的射程和精度都非常抱歉 让明军不得不将大量火虫捆绑起来 增加火力密度和覆盖范围 结果天黑和浓烟让明军无法看清目标 胡乱发射的火光又在黑夜中暴露了几方位置 引来燕军不骑兵的弓箭骑射 李锦龙只能下令首先守兵 燕军也得以在获得小优势后返回白沟河北休整 此后为了打破僵局 朱棣再次率领全军不合发起挑战 损失较大的明军也列阵迎敌 却不敢主动前进 在接下去的步兵大战中 数量更少的燕军却因为训练水平更高 和实战经验更多 逐步将冠军的阵线向后挤压 两翼的骑兵混战 同样是蒙古人更多的燕军骑兵战友 那些来自草原的第一代 往往比从小成长于内地位所的蒙古二代要更加勇武 迫使整个冠军都被彻底压制 为了摆脱不利局面 李锦龙再次出动一大波骑兵迂回 准备对深陷正面交战的燕军发起被击 发现后方有尘土扬起的朱棣 立刻率领最精锐的蒙古骑兵去反身拦截 在短暂的骑兵对射和冲锋后 明军骑兵的冲击势头被遏制 接着 朱棣又带着左右护卫返回主战线帮忙 冲击那些企图包抄自己步兵的冠军 得意于剑文帝给自己颁发的免死令牌 朱棣每次只用很少的骑兵 就能在明军中引起巨大骚动 纵使马匹总被砍死 随身的箭矢经常射完 也不怕敌军对自己实施致命一击 期间 他还策马奔到河岸的堤坝上作秀 自说自话的挥舞马鞭 让李锦龙以为自己的侧翼也有燕军服兵 利用明军的暂时停顿 朱棣将之前部署在预备队的骑兵带出 迂回到官军背后 当步兵的战斗再度开始 燕军的精锐便集中力量发起了决定性的突击 突如其来的冲锋 将没有准备的官军步兵冲垮 近60万人在恐惧的传递中 一队接一队地开始逃跑 最后 只有数万人跑回营地聚首 朱棣索性下令纵火焚烧敌营 将营地里的明军又逼了出来 骑兵则追着溃兵 一直杀到了南面的雄县 十万名军在失去了自己的指挥官后 选择向勇武的燕王投降 建文帝的朝廷也就彻底失去了 进攻北平的能力与机会 纵观宋明两朝的白沟和战役 无不是以北军的完胜而告终 有意思的是 两支北军都在战前处于不利局面 无论耶律大使还是燕王朱棣 都在部队数量方面少于对方至少一倍 但在部队质量方面 北军的地缘优势还是发挥了决定性作用 例如辽军中的契丹 西部骑兵就有着宋军难以比拟的训练水准和充沛武德 即便是武力屈居三流的汉儿部队 也比北宋一边的高阶军队要好 让同贯的大军只能空有数量 而无法化为具体战力 同理 李锦龙的六十万名军中也不缺乏蒙古或色目军户 但作为远离先祖成长环境的二代们 很难完整地复刻出先人所应有的水准 况且 在官军找来的达军当中 很多人的祖上在元朝时就已完全被内地悉俗同化 在朱棣军队里 那些投效不久的草原新人则具有更高的军事记忆 哪怕是朱棣本人 也是经历过元末战乱的第一代人士 官军一边则只能由生活较为安逸的二代李锦龙担任总指挥 最后 毗邻草原与西域的北方边界 才是近代之前的东亚主要技术与军事力量输入地 最新的军事技术或最善战的武士集团 不是由这个方向传来 就根本诞生于临近地方 北宋时的海陆贸易 只是刚刚有所起步 吞吐量与层次 相比草原路线是远远不及的 这个趋势在元朝时才有所改观 但到了习惯于海径的明朝 又被狠心地掐断一次 东亚帝国要用上海路输入的新武器去对抗北方草原 还必须再等一个世纪 至于见证沧海桑田的白沟河 本身也是游牧混合经济区与纯农耕文化流行地带的分界线 这条惊人经常遗忘的界线 是所有边区势力都想维护的 也是所有帝国主人所希望打破的